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武廢疫情就肆虐全球 很多國家紛紛都將矛頭指向中國 而在西班牙的小鎮裡面 忽然之間流傳著大量批評中國的丹章 而且在丹章裡面還呼籲當地人要抵制中國的貨品 引起了當地社會的強烈行動 事源在西班牙的西北部一個沿海小鎮叫莫阿尼亞的城市裡面 近日很多商家門口都被擺放著批評中國的傳單 在上面寫著說武廢疫情禍害全世界 西班牙是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而中國人就連老鼠都有去吃 身上細菌無數 而且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國人群體當中 有很多都是黑社會成員 不僅會逃稅漏稅 僱傭黑工 而且還嚴重破壞了西班牙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這張傳單還告解當地人 一定要聯合起來抵制中國貨 有人看完這張傳單後心感不安 於是就報警處理 當地警方就已經立案調查 並且將會依法對派發傳單的人進行處罰 實情這件事就反映得出 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國家 當地政府的對華態度以及當地民眾對華態度 存在著一個非常之巨大的落差 這不僅是在說西班牙 也不僅是在說歐洲的國家 甚至乎連非洲的國家都是這樣 比如說贊比亞政府 他當然是非常歌頌中國 而且歌頌中站之間的友誼 只不過當地民眾就走去搞排華 前段才發生了 在上個月 中國人長期在當地 相信當地人都已經忍了好一段時間才爆發 而這次西班牙的事件 相信亦差不多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沒理由人家 暫時之間會印這麼多單張出來整鼓你 當然有原因 正如毛主席所說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當這種不滿情緒 如果是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宣洩 而是不斷滾傳和累積下去的話 遲早也會有一段總爆發 至於為什麼當地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對華態度 有一個這麼大的落差 其實很容易解釋 正正因為只有政客 是可以收取到好處和利益 而一般的群眾當然是無法下去 但是他們往往 在日常生活當中 面對著在當地居住的中國人 所以他們的感受才是最深的 而一般的政客 老實說 他收完好處之後 關人家什麼事 故此當地的政府和當地的民眾 對中國一定會是一個不同的感受 至於這種情緒 如果是繼續蔓延開去的話 當地的華人就肯定要小心一點 而且就算當旅遊禁令解封以後 大家如果去旅遊 最近這一年半載都一定要慎選這個目的地 千萬不要去一些曾經疫情爆發過非常嚴重的地方 否則難免當地人如果不懂得分 到底哪一個華人 哪一個香港人 台灣人的時候 隨時有什麼事就遭殃 如說歐洲 就算在加拿大早兩三個月 看到你是黃種人都好像眼睛 所以不要看見歐洲 有些國家未出現這種情緒 隨時可能潛藏在心底 未曾爆發出來 所以就算去旅遊 大家都看定一點 不是擔心這個疫情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 但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不滿情緒 就不知道會在腦海當中營繞多久 接著就再講歐洲其他方面的消息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說到 中國目前正在以各種方式 嘗試拉近和西方的距離 包括北極地區的研究 互聯網的技術 以及包含電訊在內的關鍵基礎設施的建設 他就說 相信英國將會以保護網絡的方式 去設計他的網絡架構 並且確保得到英國會擁有一個安全的5G網絡 故此他就認為 進行新的審查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他的潛台詞就是叫英國 儘快將華為 排除在這個參見5G網絡的名單之上 不過他卻沒有說出口 實情英國政府亦傾向接受美國的建議 去組建一個十國聯盟 即是在G7國家的基礎之上 再加上澳洲、印度和韓國 之前我們也說過的就是所謂的D10聯盟 目標就是要開發一個屬於 自己的5G技術和設備 擺脫對華為的依賴 其實如果英國真的在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之間 選好邊緣 他就很應該盡快去組建這個十國聯盟 因為他越遲來搞的話 基本上距離他現在的目標越遠 因為他的目標就是要制定和開發一個屬於他們本身的5G技術和設備 但有些國家擺明 對華態度軟弱一些 比如說法國、德國和意大利 基本上他們各自都有些電訊商已經採用華為的設備 亦對於華為沒有五眼聯盟的成員國那麼反感 故此英國應該盡快去組建才行 越遲的話基本上成效越低 首先我們就看看德國 實情德國政府對於華為已經放行了 但是在政黨之間的爭議不絕 包括社會民主黨以及執政黨基督民主聯盟 在這兩個黨內分別有些議員參與聯署 說要抵制華為 到底德國的三大電訊商又如何呢 德國電訊和Voltafone 似乎的態度很曖昧 一時又說要和華為合作 一時又說要終止和華為合作 反正他們就沒有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 說一定不會使用華為 是沒有說過的 總之是五時花六時變 但尤其是Voltafone 在英國方面已經有一些機站 正在使用華為的設備 故此他就叫英國不要把華為排除 其實這件事很簡單 用不用華為 如果是一個商業決定 而不是政治決定的話 英國政府用錢可以解決得到 那你叫Voltafone 另外再去愛納信 又好去洛基亞又好 你找那些的設備來替換 由英國政府出錢去補貼 你就可以了 在商延商的話 有錢使得鬼推磨而已 如果你出錢 有什麼所謂的 換了個設備 大家的運營成本 都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這不是商業決定 而是政治決定 那就難說了 另外一家叫西班牙電訊的德國分公司 在德國也是三大電訊商之一 他們在6月2日的時候 說明要用愛納信的5G網絡設備 所以三大電訊商當中 只有一家說明不用華為 至於意大利又如何呢 意大利政府繼續對華為開綠燈 但是在議會裡面相對來說又是比較多爭議 意大利政府沒有辦法 這些就是中國政府所說的 滴水之恩 湧泉以保 在疫情當中受了中國那麼多的恩惠 難道開紅燈嗎 他實在都是無可奈何的 至於在意大利議會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足夠能量 走去抵制華為呢 暫時還不知道 至於法國政府也批准了華為 因為在法國是有限度參見5G網絡的 故此德國法國和意大利 對於華為的態度 就不是那麼強硬 至於其他幾個國家 英國美國加拿大 你這支傳統的五眼聯盟國家 當然就是不用華為 澳洲都已經否定了很久了 至於準備新邀請 他加入的日本韓國 這兩個國家 基本上都在美國的影響力底下 如果美國叫他們不要用 基本上又可以不用 而且去年特朗普也說了 如果韓國堅決要用華為的設備 他就決定不再跟你分享情報 基本上韓國會用華為的機會比較低 因為他也怕 因為韓國很怕得罪中國 或者得罪美國 至於印度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曾經准許過華為 在當地進行一些試驗 但不久就已經受到特朗普的施壓了 就說你不要搞啊 印度方面 其實印度方面都相當容易華為的 因為中國和印度之間 就是一個競爭關係來的嘛 只要中國有什麼東西倒進去的話 印度就肯定第一個受惠的 只是看看這個蘋果公司 把兩成的生產線搬過去 印度你就知道了 所以印度就未必會採用華為 而且印度方面的網絡技術 都不是這麼先進 用什麼呢 另外再說關於英國 英國首相約翰遜 曾經叫過外相南韜文 主導一個叫做防衛計劃 決定要將一些供應鏈和生產線 都要搬回去本地 例如醫療防疫物資和疫苗等等 有官員透露 英國可能會和日本 以及印度等其他亞洲國家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 照這樣看來 他已經是選好了哪邊 只不過是慢慢推出 他只是選了站在美國那邊 因為他要和美國簽署貿易協定 故此英國對於美國來說 很多要求他都作出了妥協 這是事實 就算在BNO的問題上 英國忽然站得那麼堅硬 很明顯他已經選好哪邊站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